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6月13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来看中国新闻 6月13日晚 天津市河东区一小区有居民楼发生爆炸 有人员受伤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据集目新闻报道 13日晚时时许 远翠中理小区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当晚八时时分许 他在家里突然听到两声巨响 他推开窗户看到 小区13号楼发生了爆炸 现场冒出烟雾 几分钟后 他再次听到三次响声 他下楼走进13号楼看到 该栋楼4至6层损毁严重 不久 消防员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医护人员从楼内抬走一名受伤的男子 另一名女子伤势较轻 在救护车上接受了包扎 13日晚时时20分许 东新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街道领导都已经赶往现场 现场正在疏散群众 据他街道的前方信息显示 系远翠中里小区13号楼 发生煤气爆炸事故 26户受损 疏散人数34人 据消防员初步判断 三楼一户人家是主爆点 此前 天津碧桂园小区地基下沉津洞社会 据澎湃新闻报道 6月1日凌晨 天津市金兰区巴里台镇 碧桂园凤锦庭院小区的部分楼洞住户 在被社区工作人员敲门 要求紧急撤离 原来 小区附近的巴里台东路部分路面 农起开裂 碧桂园凤锦庭院局部草坪路面沉降 部分地下停车场出现墙体裂痕 渗水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序转移 涉事楼洞及周边居民2900余人 再来关注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去年夏天在获得关于乌克兰破坏俄罗斯 与欧洲之间主要能源连接的详细信息后 向乌克兰政府发出警告 要求其不要袭击北溪天然气管道 熟悉交换情况的官员们说 这些官员表示 这一信息是CIA在6月份 从荷兰的军事情报机构 获得的线索后发出的 尽管CIA认真对待了这一警告 但这些官员表示 对乌克兰是否有能力 实施这样的袭击持有疑问 因为这需要在波罗的海深处 放置爆炸物 这些官员说 几个星期后的9月26日 这些管道受到了袭击 乌克兰坚决否认 与对管道的袭击有关 荷兰军事情报官员告诉CIA 乌克兰的一个破坏小组 正寻求在波罗的海海岸线上 租一艘游艇 并使用一个潜水队 在北溪1号和2号管道的 四根管子上安置爆炸物 欧洲情报官员说 计划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巴尔德尼亚行动演习之后进行袭击 该演习发生在管道上方的区域 于6月17日结束 CIA随后通过安全电报 在6月份向包括德国在内的一组盟果 通报了这一信息 其他沿波罗的海海岸线的国家也收到了警告 尽管可能没有提供相同的详细信息 CIA官员询问了他们 在基辅的对手是否在策划袭击 无法确定乌克兰方面的回应 乌克兰坚决否认参与对管道的袭击 据一名美国官员称 CIA随后收到的信息表明 乌克兰取消了最初的计划 欧洲官员表示 到了夏末 CIA告知了德国和其他盟国 这种袭击行动的威胁水平降低 因为美国不再相信基辅会实施这样的袭击 第二个月 一系列强大的水下爆炸摧毁了 北溪管道的四根主要管子中的三根 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发言人安德烈 切尔尼亚克在被问及 CIA的调查十周二否认乌克兰参与爆炸的说法 在最近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表示 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和情报部门没有这样做 如果有人声称相反 我希望他们向我们展示证据 再来看到彭博社的报道 根据全球供应链验证公司的研究 中国西部省份新疆生产的商品 通过在线购物平台 TML消亡美国消费者 违反了美国禁令 由于与强迫劳动有关联 美国禁止来自该地区的商品 TML是由拼多多拥有的 该公司经营着中国的电商平台拼多多 TML于去年9月在美国推出 并迅速成为美国苹果应用商店 下载量最多的应用 其市场提供以极低价格出售的 服装和家居装饰品 该公司的目标是挑战亚马逊 和eBay等全球零售巨头 但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 Ultra Information Solutions表示 他们发现在TML上 有至少10件由新疆企业制造 或销售的商品也在美国销售 但其公司的链接和来源被掩盖 Ultra使用其数字审查平台Publican 将在TML上销售的商品 如凉鞋 太阳镜等 与中国母公司销售的商品进行比较 Ultra联合创始人Rambin Sian表示 这是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系统性违规行为 TML和PDD的代表 没有回复对于此事的多次请求制评 美国联邦政府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 原因是根据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 该地区对维吾尔人主要吸养伊斯兰教 实施了可怕的虐待 前囚犯的陈述 以及来自各种研究机构 和倡导组织的报告声称 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关押了超过100万人 并强迫或胁迫这些人在田地和工厂中劳动 中国政府表示这些营地是用于再教育的目的 在美国 TML在2月中旬的超级晚期间广受欢迎 该公司投放了两则广告 30秒的广告片花费数百万美元制作和播出 广告中展示了一位时尚购物者 在各种服装中旋转和跳舞 标语是像亿万富翁一样购物 这则广告在YouTube上已经观看了3.4亿次 TML正在追赶中国快时尚巨头善 或者去年在美国估计销售额达80亿美元 如果成功 它将成为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 在美国市场上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之一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Ali Express 和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拼多多在中国以低价商品销售的模式 取得了成功 相当于中国在线零售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亿元店版本 其国内应用拼多多是一个市场 吸引供应商提供各种产品 TML采用了类似的模式 但更进一步处理交付 推广和售后服务 其中国股公司正在迅速扩张美国和欧洲市场 TML在波士顿开设了办公室 为美国和加拿大提供服务 并于今年2月推出 TML还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营 根据数据分析公司Upedated的数据 美国的销售在5月最后一周每周增长6% 平均订单金额为34美元 Publican无法找到任何关于TML和PDD销售的产品使用 强迫劳动的确造证据 只能确定这些产品的制造商位于新疆 然而 他们的接近意味着存在一种可能的风险 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风险 Ben Sian说 Publican的供应链审查服务已与超过35个政府机构签约 包括南美、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税务、海关和执法机构 旨在阻止欺诈和非法货物的运输 除了太阳镜和凉鞋 Publican还在拼多多和T6网站上发现了儿童顽尼 戒指、墙板、除米容器、车窗除冰瓜、漏网和预电等产品 PDD网站上的商品被确认来自新疆企业 Ultra表示他们没有为研究付费 并且没有受任何第三方委托 这是我们主动采取的行动 以说明我们的技术如何成为 Afloppa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合规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Ben Sian说 直接销网消费者的中国货物可以绕过美国对新疆产品的禁令 因为他们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预值 这触发了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报告要求 彭博社去年进行了针对Sian运往美国的服装的测试发现 其棉花来自新疆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4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Sian和TNU通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对美国的监管 法律和市场准入原则构成了风险和挑战 共和党众议员Mike Gallagher和该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成员 Roger Krishnamurti在5月致函TNU、Sian和其他两家公司 试图确定他们是否进口了源自中国强迫劳动的产品 美国国土安全部于上周五宣布将限制两家中国公司向美国发送货物 这使得在Aphropa实体名单上的中国公司总数增加到22家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数据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2022年开始执行Aphropa以来 已审查了超过40亿美元价值的4000多批货物 针对上周五修订的实体名单 共和党众议员Chris Smith和民主党参议员Jeff Markley 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表示该名单只是执法的一部分 与新疆有关的强迫劳动产品 例如汽车灵部件、太阳能电池板、人造丝和TNU和Sian等时尚公司的服装 继续进入美国市场 这些代表表示他们将致力于停止进口 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的目标 美国消费者不应无意间资助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 最后再看南华早报的消息 中国银行通过其全球投资部门成为首家 在香港发行令牌化证券的内地金融机构 这是香港努力成为虚拟资产交易中心的一部分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银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BOCI已在以太坊区块链上以令牌的形式 发行了价值2亿元人民币2800万美元的全数字化结构性票据 根据瑞银的一份声明 瑞银创建了该产品并将其向其亚太客户推出 令牌化证券是指记录在分布式账本上 而不是传统的计算计划记账系统中的证券 这款根据香港和瑞士法律构建的新产品 是基瑞银去年12月发行的5000万美元固定利率票据之后 发行的首款令牌化证券 该银行表示 我们正在推动数字资产市场和产品的简化 中国银行国际副总裁王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对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感到鼓舞 并致力于推动香港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香港的举措自去年10月以来 在追求虚拟资产业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这引发了一些猜测 认为香港可能成为内地进入加密货币市场的门户 专家表示 中国银行国际的举动对于香港的加密货币雄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VDX数字资产平台的首席运营官Donald Day表示 传统金融产品与数字资产的成功结合是香港新兴数字资产市场的又一块垫脚石 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主导机构数字资产中心的领先地位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